3月28号上午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一行 败业了南京中山林 青山巍巍 松柏苍翠 位于南京东郊紫荆山路的中山林 庄严肃木 1925年 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 1929年 葬于南京中山林 上午九十许 马英九一行抵达中山林博爱广场 一路时机而上 进入祭堂 面对孙中山先生时刻坐向 马英九一行静默肃立 四仪宣布祭祀典礼开始 马英九向坐向 敬献花环 随后四仪宣读祭文 马英九一行集体默哀一分钟 随后 马英九与随行主要成员进入墓室 平调孙中山先生观果 在祭堂耳房 马英九提写和平奋斗 振兴中华 以致纪念 参观孙中山纪念馆后 马英九接受媒体研发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 都是炎黄子孙 圣判两岸的共同努力 追求和平 避免战争 致力振兴中华 这是两岸中国人 不可回避的责任 我们一定要 努力实现 我们希望他们深入了解 国父的生平 还有两岸的关系 认清楚 两岸一定要走向和平 奋斗才能够振兴中华 我们看到 我们大陆的朋友非常热情 大陆的民众 也对我们非常欢迎 我们回去之后 会把他们的好意 转达给台湾的人民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受到全体中华儿女景仰 他立志救国救民 第一个响亮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 为中华民族做出了标柄史册的贡献 他强调 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 始终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其至先明反对分裂国家 分裂民族的言行